眼下 新疆巴音锅棱蒙古自治州 若羌县的23万多亩红枣 进入全面采收阶段 自然挂干的红枣 好似一串串火红的小灯笼 压弯了枝头 在若羌县铁干里克镇 库尔干村 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成熟的红枣 在竹竿的敲击下 一串串红枣如下雨般往下掉 今天我做了日本什么地的红枣 现在已经开始采击了 大约明目只有500公斤左右的红枣 今天这个红枣比去年 预为特高热一点 以往棗笼们采收红枣 以人工减采为主 这两年 当地大力推广机械化采收 村民们用上了红枣减食机 省时省力 还减少了人工成本 近年来 当地不断强化科技支撑 开拓市场 增加红枣的种植面积 今年当地红枣种植面积 23.38万亩 采收工作将持续至 11月中旬左右 公平公平公平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